其实当时那个我们在广院的时候 也有好多那个配音在那个小楼 黄卫有参加过吗 配音 没有 好像当时他在学校的吧 老师特别稳重 不是那种特 像我们那种特别外向的那天 跟男生都混在一起玩啊那种的 他所以我们有时候配音的时候 但是他们班也有很多参加那个配音的 都是特别好的声音 然后也参加 因为学校当时 卢锦超老师接的那个电视台的那活 都是七十几墨西哥连续剧 什么五十二级 都是大部头的 给到这个广院的学生 这样的话 因为有时间嘛 然后那个都是学生 我们有八三八四八二 我们在配音的 金龟子的声音真的是 就是很多人都说 说我的声音很好听 但是如果有金龟子在旁边 你不要说声音的事 真的他通吃 他的声音极其有张力 真的太好了 那些动画片就让他配的 我就觉得 你看他没有学过表演 原来我配音 可能我不行 演了演戏 然后你再配音 你就用情感去带动你的声音 它可以出来的 声音也是需要塑造的 但是他的表演经验是零 然后你就听他配的所有的角色 他一个人可以同时配好几个角色 每一个都各个鲜活 真的太难得了 我就记得那个董浩叔叔说 说金龟子 那时候都是坐在我腿上配音 我说啊 对对对 这边腿上坐着 因为话筒当时一只嘛 一只话筒 我们大家都挤在不是分轨 当时这边坐的是金龟子 这边坐的是王雪纯 配那个 鲜b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有点 来一段 爸爸今天你带我出去玩好不好 当然可以了 那我们去什么地方玩呢 去什么地方你来决定 去公园好不好 我们去玩 起码打仗 去公园 你要告诉他们 不要收我的门票 爸爸你怎么那么大年龄了 听说 小豆爸爸 走吧走吧走吧 那个配那个大头儿子的时候 董浩叔叔 那个我看过他在那个配音的时候 他把自己也就是当成 这个小偷爸爸那种感觉 我说我看董浩叔叔在里边 也挺累的 然后围居妈妈是菊兵姐姐 他现在到很多地方去 跟小朋友说 小朋友 我是你们的菊兵姐姐 我也是你们的围居妈妈 就那个形象 现在慢慢都深入了心 都画情都像他那样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个人 一直在二十 快有二十年了 这个大头儿子的小偷爸爸 真的是跟那个角色 都融入在一起 今天其实还是很感动 黄卫这期节目 他第二次来我们节目了 那今天呢 两位老艺术家 和一位年轻的老艺术家 对吧 这个王富丽老师 王兴忠老师 还有金锥子 感谢何张颖 好不好 来来来 谢谢亲爱的们 下周同时间 再见 不明舞蹈艺术家 陈爱莲 今日再度做客 你看谁来了 有请大来宾 他又将带来 哪些新鲜事 这一转眼 好几年过去了 今年七十几了呀 八十一 八十一 我的天哪 关键爱莲老师 我们去年轻说 是舞台上受了下伤是吧 当时在排练场嘛 当时在排练场 就挺响的 天哪 脑震荡 脑震荡 三扇大门逐一开启 是谁的出现 让她惊喜不已 你看谁来了 答错了 这个光继老师 能开戏的第一次见 爱莲老师 什么年代吗 可是在当时呢 就知道 你们 舞蹈学校 有一个特别棒的孩子 叫陈爱莲 又是谁的出现 让她难以置信 你看谁来了 答错了 真没想到 是你来了 想不到吧 真想不到 今天来 又是谁 勾起了她 陈锋已久的回忆 你看谁来了 答错了 哇 哇 哈哈 终于猜对了一个 哎呦 哎呦 哈哈 好累 对啊 当年的洗衣歌 是您的作品 哎呀 哎呦 哎呦 我们放下放下 咱们回忆一下 来 打打打打打打打 啊 更惨内容 近在下期 你看谁来